接下來第二組諮詢 由高嘉穎議員 市長 您說要打造台北市成為一個適合宜居的城市 這是您的施政願景 可是這個願景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要能夠讓家長放心 但是台北市政府真的有讓家長放心嗎 台北市有很多的校舍面臨改建的問題 在我們內湖國小同樣面臨這個問題 我們看一下我們PowerPoint 七月的時候我們內湖國小就有兩棟校舍 因為海沙屋的問題要拆除改建 但是到現在連一場正式的說明會 讓家長知道都沒有 在四月三號的時候 我開了第一場這個爭議的協調會 當時的家長炮聲隆隆 憂心忡忡 人心惶惶 因為很多的家長完全不知道這個改建的措施 還有配套措施在哪裡 教育局跟學校幾乎完全沒有讓所有的家長知道這個訊息 所以很多的家長到現在都在問說 他們的孩子該怎麼辦 照應粉塵的問題該怎麼辦 孩子的安全該怎麼辦 而這些在我們正式改建之前 都必須要讓家長安心 所以我們協調會的會議進入 非常明確的要求市政府 必須要讓每一個家長都知道這個訊息 而且要做好配套措施 市長 你同意嗎 同意 同意嘛 那我讓你知道一下 同樣的一個校舍改建案子 敦化國小是怎麼做的 我們看一下敦化國小 敦化國小呢 他們的做法是有三個配套方案來讓家長選擇 三個配套方案呢 包括就是說 可以在原來的地方就讀 或者是呢 家長可以選擇在他校來就讀 或者是呢 其他的方式 依據自願來舔弦 這是敦化國小的做法 所以一樣是校舍改建 為什麼我們西湖國小跟敦化國小 確實有差別待遇 所以我要求市長 我們不能差別待遇 我們要讓家長安心 第一個 詳細的說明是必要 第二個 我們怎麼做好安全措施 保障學生的權益 讓學生有安心的就學環境 第三個 比照敦化國小 有一樣的配套方案跟選擇 市長可不可以 我問市長 市長可不可以 這個OK 可以 市長我們已經排隊說明了 不好意思 因為我這個還有別的議題 市長說可以就可以 那我們就期待市長好不好 好 第二個呢 市長 讓父母安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可是同樣的在我們內湖 卻發生四月一號 有一個拖嬰中心 有一個嬰兒 因為保母的處置不當 而發生死亡的事件 這個事情發生到現在 這個媽媽非常的痛心 非常的難過 可是我們社會局做了什麼 你看一下這個影片 這是在四月一號 愚人節的時候發生的 但是到現在 昨天社會局 終於公告我們的處理方式 我們罰了14萬 罰了這個保母14萬 並且公布保母的姓名 可是市長 這一家拖嬰中心 是我們社會局 評鑑的 假期拖嬰中心 什麼是假期拖嬰中心呢 市長 在社會局的網站上寫什麼 他告訴我們說 假期拖嬰中心 是必選 優秀 最好的選擇 告訴我們的家長說 這是一個可以放心的拖嬰中心 市長 我們的評鑑制度 只在乎拖嬰中心的設備嗎 重點是人 重點是保母的素質 重點是負責人的態度 可是事發到現在 這家拖嬰中心的負責人 完全沒有跟這個家長聯絡 完全的神隱 而同樣的事情 同樣一個虐嬰案件 還沒有發生死亡事件喔 新北市政府怎麼處理的 新北市政府今年的1月 發現有拖嬰中心的保母 虐打嬰幼兒的事件 他們的處置方式是 同樣依照兒童 及這個少年福利的安全 權益保障的方式 他們是要求這家拖嬰中心 必須停辦一年 停辦一年 並且處罰30萬 所以市長 今天在內湖的這家拖嬰中心 在台北市 它有10家拖嬰中心連鎖 可是我們台北市政府 卻只罰保母 拖嬰中心有沒有責任 負責人有沒有責任 市政府難道不應該 進一步的處置 讓家長安心嗎 所有的家長都人心惶惶 到現在沒有辦法 相信說市政府 你們的評賤賈吉 卻是這樣的數值 卻是這樣的結果 而新北市政府相較之下 是站在市民的角度 站在父母的角度 而台北市政府 卻只處罰了一個保母14萬 到現在沒有就責托嬰中心 沒有就責負責人 市長你覺得這樣子的處置方式 你認同嗎 我跟你講這個案件是這樣 因為媒體上有講過 不過老實講 因為我自己是醫學專家 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市長我們要求 第一個 全面檢討台北市 托嬰中心的評鑑制度 第二個 嚴格檢討全市的保母 是否有虐嬰等不當行為 並且不定期積查托嬰中心 第三個 檢討本市托嬰中心 尤其是這一家的托嬰中心負責人 有沒有管理疏失 並予以懲處可不可以做得到 這一二沒問題 第三個我覺得是這樣 我們還是要給法律 做完程序 我們也不要自己去做結論 法律但是你還是要檢討 托嬰中心跟負責人 有沒有管理疏失 這個部分你不能嗎 這可以的 可以嗎 時間暫停 好 第三個 市長 去年的六月 你承諾全台北市的各個學校都要安裝冷氣 但是到現在很多的學校 確實也開始去募款 現在全台北市的高中跟國中幾乎都有冷氣 國小也有七成已經有冷氣 但是今年台北市政府便利的 便利改善 但是服務管的預算是三千萬 但是你們把服務管的預算 拿來做便利的改善 是不是才請市長 用新二月背心來協助服務管的改善 而不要模擬運運轉 從才做得到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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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報告